川普11月12號在推特轉發媒體報導說 道明尼投票系統在全美範圍內 刪除了270萬張投給川普的選票 數據分析發現 邊州有22萬1千張選票由川普跳轉給拜登 並有94萬1千張投給川普的選票被刪除 使用道明尼投票系統的州 將43萬5千票的投票從川普名下轉給拜登 美籍華人原《北京週報》報社記者 在2000年布什競選總統時 曾經擔任過投票監察員 他表示 投票系統存在不安全性 其實大家早已知道 華盛頓州就有過選舉的相關的案子 我們是民主黨州了 當時一位獨立競選人呢 他的票被篡改了 數字變小了 因為這個人他懂電腦 他就告上去了 最後他們給他的回答呢 這是四捨五入了 所以他的那些票就都變沒了 他還是怎麼著的 但是實際上呢 應該說任何一個軟件都不會是百分之百的安全的 目前投票機行業由ES&S 道明尼和哈特三大家公司主導 他們合起來佔美國使用的 所有選舉設備的約90% 三家都是私營公司 原來這些投票機就歷來存在一個問題 就是不准任何人去檢查它 這個投票機它那個程序是怎麼樣寫的 不許別人知道 現在這個投票機呢 又都是私人的 也不是某一個政府擁有的 所以那就更不太有把握 說這個一定會被檢查過 測驗過或者是怎麼知道的了 除了投票系統的安全疑慮 金秀宏還關注到 大選投票的11月3號晚上 出現了夜間幽靈票 當晚川普總統在威斯康辛州 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州得票大幅領先 之後一度停票 然而到了11月4號早上 關鍵搖擺州卻詭異的由紅變藍 拜登的選票突然上升 而川普從3號晚9點多後 一直停在214票沒有變化 為什麼說是夜間幽靈票呢 因為我看到有十幾萬這個票啊 在關閉了投票站數票之後 突然登上去了 各個州就特別是搖擺州啊 11月3號東部時間的2點鐘停票的時候 但是這些幽靈票啊 有的州是十幾萬票一張都沒有投給川普總統的 除非猛進的都全都加到拜登身上去了 而這個加票的時間呢 都是在2點鐘到4點鐘左右 也就是說呢 半夜幽靈的時候 他這些票突然就一下子就跑出來了 也沒有人觀察 也沒有人檢票 金秀紅還搜索到 亞利桑那州出現了死人投票的現象 身在民主黨州的金秀紅 今年轉投了共和黨 金秀紅表示 美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因此應該依法保證總統大選公平公正 而不是由媒體來宣布誰已經獲勝